今集說說拿破崙戰爭 這個景點在法國軍隊眼中很神聖 就是政府起來安置雙兵的地方 告訴他你為國家付出過的 國家一定不會虧待你 法國英雄拿破崙就安葬在這裡 榮君園樓高107米是巴黎的地標 隔著蔡立河很遠都能看到 巴契的外形靈感來自梵蒂江教堂 圓頂的巴諾克設計好像剝橙皮一樣 割開白鞋鋪上道金 配以黑色底色不失黃色的桂器 留意一下他那個白鞋的進頭 伸延成八爪魚狀的符碑 令到圓頂和主體的過度更加碳接 主體有三層裝飾處也是由淺入深 最底那層他用了最基本的Doric Column 然後在第二層就是用了一個有刺經葉開出來的Corinthian Column 進化到第三層就是最複雜的Composite Column 亮點當然在屋頂 天主教的四大聖徒守護在塔尖 拿破崙的靈魂應該就在露台那裡看巴黎的風景 榮君園裡面的教堂也很漂亮 跟我進來看看 皇帝為了彰顯自己和軍隊是一家人 他就把教堂搬開兩個聖誌 將士和他可以同步祈禱 不過那個年代仍是有少少階級觀念 所以建築師就起了一塊玻璃 分隔軍隊坐的地方和皇上坐的地方 階級矛盾後來導致法國大革命 拿破崙原才是革命軍的小子 在平定一次保皇黨叛亂之後就慢慢上位 但他真正的野心是要做玻璃後面的人 所以他以退為盡 放棄巴黎的一切 走了去埃及那裡打仗 事後想起是很聰明的 因為活編革命派不斷內兇 很多將軍跟錯隊就被人批鬥 同時德奧爾俄的元軍趁你病拿你命 拿破崙就在埃及港回來法國 擊退了入侵的元軍 從此成為國民英雄 即使他要做皇帝也沒有人有意見 如今榮軍院的拿破崙寧救 旁邊寫著的地名就是他打過聖像的城市 巴洛克效果很重視 虛幻與現實的結合 天花版用了假建築功能 你有沒有看到打橫這一行 暗這一行 好像是樓上還有一條橫樑 其實是畫出來假日 你要好用眼力看 純粹畫了一個很強的3D和陰影的效果 真是巴洛克室內裝修 很重視光影的一個概念 上完歷史堂 我們就去Shopping買衣服了 這個商場就叫做Leal 即是The Hall 雖然他用鋼筋做的天幕 但你會覺得他種顏色 跟日本的竹屋頂的結構一樣 令我想起2014年普立之掌 頒給日本版某建築那種設計 喜歡Shopping 又不想下下去老佛爺百貨買名牌的朋友 Sello是其中一間 我覺得是可以合手的 你可以買到巴黎的時裝 但不用名牌的價錢 這個是巴黎地鐵和火車的轉車站 一直有個懶地 後來Urban Designer 就加了一個商場 成為活化空間 那他的公共設施 當然都不差了 想不到很大對比 這麼MK的打扮 但是有這麼好聽的歌 買完衣服 就試一間米之列的分子料理 廚師好像懂魔術 只看食物 你不會猜到他的味道 就看這道菜 賣相像蟹一樣 還真實到會吐白袍 好像在海灘剛剛新鮮湯一樣 聽廚師的介紹 其實全部都是齋 不過他的醬汁就是用生蠔 放在攪拌機打碎而成 這樣就有鐵圓賣相 但又是海鮮的味道 分子料理除了有味道 無法鼓勵 連賣相也像畫一樣 他這個低溫烹煮的雞肉 咬下去跟魚肉一樣的嫩口 一定要配他那個獨有的醬汁 很像用滷水的做法 跟著蒜蓉的香味 但又比起炒模的工廁 混在一起就變成你吃雞胸 但有魚的質感 蒜蓉的味道 最後到Course主題是竹筍 分了三個層次 有些打造Sorbert 有些就這樣吃的 上面配有Ginger Biscuit 和白朱古力 所以是甜酸苦辣 全部都齊了的甜品 那關於拿破崙的功德 都說了很多 你在巴黎徐街 都會看到很多跟他有關的建築 例如這個方登廣長條紐文柱 也是用來紀念他的 不只是榮君園才有 以至連一些公共交通工具上 等位等車的時候的遊戲 都用拿破崙做主題 大家可見這個君主多麼受歡迎 說起拿破崙這張經典超像 就是他的御用畫家 David Jacquot-Louis 所畫的 為了尋找他的宗跡 我們又回來拿罰工了 他是承繼了Nicolas Poisson 對線條的執著 所以說是新古典主義的表表者 每一個boundary 看下去覺得他實正 這個故事的背景就是在古羅馬 要打仗了 兩個城邦之間就夾普 毀滅身靈塗炭 選擇兩個城市裏面 三名勇士出來決鬥 說一個家庭 剛好三個兄弟就被人選擇了 他不僅是油畫的線條 有一個symbolism 他連那隻眼 又或者一些物件指著的方向 都是有計算過的 令到你導向最中間的figure 就是紅色三個父親 旁邊的女士是覺得他送死 很不開心 但是那個爸爸就覺得 為這個國家跑頭爐 流灑耳血 很偉大的任務 所以那些女性的曲線很柔弱 但是男士無論是兵器 肌肉的線條 全部都是直線的 發生了男性的剛強 和無家衛國的義務 這一幅是說拿破崙加冕的 我的人去到這個level 他的畫是這麼高 他只是透過這個scale 令到你的觀眾覺得更加渺小 從而顯得他畫的題材更加偉大 看見不近的人都躺在這裏 這裏好像法國人一樣 一晚下來享受一下生活 哇 還有人在這裏買帆船 是真的可以動得到的 大家看看 整個湖大家都在玩 而在我身後對著盧森堡花 於這裏這麼典壓的建築 就是法國的常議院Sanets 法國是行兩院制的 所以他們同一個法案要過兩次了 這裏就是常議院辦公的地方 他採用了一個巴勒克的樓盤 唯一有一點美中不足 就是自從巴勒恐襲之後 就沒有再開放給別人參觀了 現在唯有給了一些舊照片給你們看看 其實最美的並不是建築物的外場 而是它的花園和它的內籠 因為它裏面開立法會會議的地方 是用了一個很巨型的玻璃頂 有些光線滲進去 附近是用一個紅色的牆壁 和各個雙金的雕像 外面很典壓 但裏面很華麗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感覺 在盧森寶花園這裏真是舒服得不想走 下次再和大家看看其他花園 下一集希望你也在 在這裏面開放給大家看 在這裏面開放給大家看 在這裏面開放給大家看